到了第23节 今天我们从24节开始 我们从24节开始 上周呢我们讲到了几个人 第一个呢就是大卫自己 这个有人报告大卫 说这个压杀龙造反了 而且老百姓都跟着他 那大卫也有点懵 所以大卫说那赶紧走吧 这个说如果不走啊 可能这个命都没有了 因为这哥们可能用刀杀进合成的人 就要搞屠城啊 那后面呢 这个有一个人叫以太 后面有一个人叫以太 他不是以色列人 他是加特人 而且是这个一个被攻击的一个民族 他们被欺负 所以投奔大卫了 可能投奔大卫时间也不长 这个大卫跟他有一段对话 大卫劝他你就走吧 大卫劝他你就走吧 为啥呢第一你跟我交情不深 第二你是新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可以这个 继续这个独立 你也可以继续继续抱大腿 现在鸭沙龙比我的这个势度还猛 你可以抱鸭沙龙大腿 你没必要跟我这么辛苦 但是以太坚定的说 大卫我就甘贷 所以今天我在这里面我想讲 那上一周我在这里面我说 我希望我们交回多一人以太 那这一周我想说 那以太是怎么产生的呢 那以太一定是祷告的人 以太一定是祷告的人 我们打字方便我们打字 以太一定是祷告的人 其实坦白的说 人无完人 每一个人都有缺点 所以你跟一个领导也好 你跟一个牧师也好 你跟着一个男人也好 你跟着一个女人也好 你会发现 没跟的时候挺好 为啥呢 别人说这个人好 别人说不好你也不能来 对不对 可是当你来了 当你接触 你会发现这人有一些缺点 那这个时候 你还是跟还是不跟 就取决于你有祷告还是没祷告 一个祷告的人能听见神的声音 一个祷告能听见神的声音 神让你跟就跟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这里面 我当牧师的心态越来越好的原因 你知道是什么吗 也在这 为什么 因为讲真话 我们当牧师的 我们最怕别人说着说着就走了 说着说着就走了 这个本来说 我说这辈子拿着不去就跟着你 结果两年不到 再找找到这个人了 人都见不着了 所以今天对我来说 我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心怒意诚 我就觉得张三可靠 张三能跟我一辈子 李四不可靠 李四可能不能跟着我一辈子 后来发现 你觉得张三可靠 其实张三最不可靠 你觉得李四不可靠 李四到现在还跟着你没走 所以再往后呢 我也不在乎张三可靠 还是李四不可靠 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在乎的是 一定有人跟着我 如果神拣选我 做这个教会的牧师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做同工的也是一样 我们做同工的也是一样 今天你不要想着 这是我的人 那是他的人 这是我的人 那是他的人 今天没有什么人是你的 这个人跟着你的时候 你就好好对他 这个人不跟你的时候 上帝祝福他就好了 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总会有人跟着你 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总知道该跟谁 这个绕口令 我们打字方便打字 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总会有人跟着你 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 我们总会知道 我们该跟着谁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 我们应该跟着谁 我们应该 我们知道 有人会跟着我 有人会跟着我 我们在上面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人会跟着我 那我们在下面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该跟着谁 我觉得这样的话 你知道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我们不用一神一鬼 我们不用一神一鬼 所以今天我听见 这个王辉说了什么 明天我听了 徐儿说了什么 后天我听见 那个谁说了什么 我心里面就开始嘀悟了 哎呀 是不是这个人要走了 是不是这个人要离开了 所以今天我不在乎的 我不在乎的 因为总会有人跟着我 那我不会成为光耳司令 所以今天我是靠神站稳的 所以今天我们 我们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焦虑也好 我们有太多事情 我们担心也好 我们有太多事情 我们害怕也好 说白了就祷告少 我们有太多事情 我们担心也好 我们焦虑也好 我们害怕 说白了就祷告太少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些事情不需要担心 不要害怕 不需要焦虑 所以这个连不信上帝人都说 天无决人之路 所以今天我们去想 以太一定是个祷告的人 所以大卫现在 就是不值得跟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连他自己儿子都反他了 大卫现在不值得跟了 大卫别说保护你了 中文化讲 你葡萄的过河 自身难保 大卫自己能不能把自己保护好 都不一定呢 但是我想这个以太一定是祷告了 他知道 神依然与大卫同在 大卫依然可以当他的大哥 他就愿意跟着大卫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这就是圣经之所以有这么多故事的原因 因为总会有一些事情发生 总会有一些人还会留下来陪着你 所以今天我自己 我自己又在想 圣经里面很多的话 如果你没有经历 你就没办法理解 包括凡事都有定时 对不对 我们有钱的时候 这个也是有定时的 我们没钱的时候也是有定时的 也就是说 你就十年 你就过十年有钱的日子 你怎么造化 你都有钱 反过来 你要过十年苦日子 你怎么省钱 所以我也是没钱 所以如果在VVN你要打字阿门阿门 所以今天凡事都有定时的 凡事都有定时的 所以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敬重 我自己又非常非常敬重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管 硬要管点事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管好自己 管好身边人 然后呢 用自己多去祝福别人 所谓的管好自己 不是狭隘的自私地把自己封闭起来 所以管好自己是用自己 去祝福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 讲这话 以前是以太靠着大卫保护 现在以太反过来去保护大卫了 你懂吗 所以用自己去祝福身边的人 所以以太这次是用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 用自己用自己的队伍 现在反过来来支持大卫了 所以现在对我们的亲战的姐妹 中国话讲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也些 这个意思 所以今天你们觉得我在帮助孙林 过几年不知道会咋样的 有可能我要靠孙林活着呢 我记得以前我就跟孙林讲过 我说孙林啊 这牧师养老就全靠你了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所谓谁帮谁 现在你有机会你就去祝福别人 等这个峰回路转的时候 你也自然会收获别人对你的祝福 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思的人生嘛 不要去算计 所以今天有些人痛苦 原因就是什么 哎呀以前我帮了张三了 现在我需要帮帮张三不管我了 哎呀你以前帮张三了那事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还提的干嘛呀 今天你需要帮助对不对 张三不帮你 李四会帮你 李四不帮你 王五会帮你 你说牧师那现在没人帮我 没人帮我就是你没祷告 如果你祷告就会有人帮 我们打字方便我们打字 如果你祷告就会有人帮 如果你祷告就会有人帮 所以讲真话今天 孙林比方说好多年前出这个开车爆胎了 给我打个电话我开车过去 给他给他这个换轮胎去 那你说今天我在美国了 我也爆胎了 我给孙林打电话 孙林来 先坐20小时飞机再说吧 这个下了下了车 下了飞机再租车去找我去 这是根本不现实的问题 所以当我在美国如果爆胎 我一祷告就有人来帮我弄 就行了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我们千万不要有这个执念 你帮了张三 张三一定要帮你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如果你痛苦绝对是因为你有执念 如果你把执念放下 我敢保证你是幸福的人 所以今天我帮了谁 我也不知道我帮了谁 那都过去的事 想着干啥呢 以后谁会帮我 我也不知道谁会帮我 将来的事我哪知道 但是今天将来的事 我不知道上帝知道 将来事我不知道上帝都安排好了 你们安排吗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多爱主 多爱主 多服侍主 多爱主 多服侍主 多奉献 你一点都不傻 但是反过来 你不爱主 你自私 你把好东西留着给自己 那是真正的傻子 圣经说 凡为我 凡为我想留点什么的 最后都没有 不是 这个凡为自己 想留点什么的 最后你啥也没有 最后啥也没有 凡为主 你把这些东西给出去了 最后你啥都有 所以这个圣经书都 我们把这段经文找到 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 今天我们我们就是活得不通透 我们就是活得不通透 所以过节了 我们我们就是把买最好的礼物 给我们最爱的家人就对了 我们把最好的礼物给我们最爱的家人 所以把钱花光 完了上班以后 继续努力工作 为啥没钱了吗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在想以太 上一周我们祷告 我们说像我们教会多点以太 那这周我希望大家明白 以太是怎么来的 你祷告你就是个以太 我鼓励我们教会 我们的弟兄 我们教会的姐妹多祷告 那我们大家都做以太 加特人以太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看二十四节 这个时候撒都 撒都是祭司 祭司是地位很高的人 在那个年代 君王祭司限制 这是受告者 这是被高谋的人 这是非常有地位的 君王祭司限制 所以撒都是祭司 和台神约会的一位人 也一同来了 将神的约会放下 亚比亚他上来 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 这段对话也非常非常惊艳 亲爱的兄弟兄 亲爱的兄弟兄 我在这里面我会停留一下 我会展开 王队撒都说 你将神的约会 台回城去 我若在耶华眼前蒙恩 他必使我回来 再见约会和他的居住 倘若他说 我不喜悦你看到 我在这里 愿他凭自己的地址待我 王又对 祭司撒都说 你不是先见吗 你可以安然回城 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 他的儿子约拿丹 都可以与你同去 我在旷野渡口那里 等你们报信给我 于是撒都和亚比达 将神的约会 台回耶路撒冷 他们就在那里 亲爱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 你真的信主吗 亲爱的弟兄弟兄弟兄姐妹 你真的信主吗 最近我经常问一些人问题 你真的信主吗 如果你害怕 如果你担心 如果你焦虑 我告诉你 你的害怕 你的担心的焦虑 已经告诉我 你不信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真的信主吗 如果你的自私 如果你的贪婪还在 你的自私 你的贪婪会告诉我 你不信主 一个真正信主 人必须从信里面明白 神绝对掌权 我顺 我逆 我在高位 我在低位 神都掌权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或者一个生命的指挥 约会是啥东西 约会是好东西 约会 那就是现代版的 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是啥 神与你同在 因为以色列人的观念是 神住在约会里面 然后你把约会 抬到北京去 神就去北京了 你把约会抬到上海去 神就去上海了 你把约会抬到黑龙江去 神就去黑龙江了 所以大卫你逃跑的时候 且慢把约会带上 神与你同在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圈 一个人的信仰成熟不成熟 一个人生命的高度在哪 全在那体验出来了 祭司有没有错 祭司没有错呀 祭司说 神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大卫就算我们现在弱 我们打不过 我们要逃跑 但是我们要把约会扛着呀 我们必须要神与我们同在呀 亲爱的听众圈 亲爱的姐妹 你都逃跑了 你还要什么神与你同在呀 所以今天亲爱的听众圈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有一些凑的关联 你都快混不下去了 你还来教会干啥 还赶紧出去找工作正前 对不对 你们同意的打字 阿们阿们阿们 所以亲爱的听众圈 信心体验在哪里 信心不是体验在宗教仪式上 哎妈呀我这时候是不是更累这个到教会了 真的不用来 你说牧师我现在都吃上饭了 我就告诉你 礼拜天你不用来了 赶紧找不过去 礼拜天再也要干活 因为神不在教堂 神与你同在 你只要努力拼搏奋斗 神就祝福你 所以今天我自己我非常非常清楚 我自己非常清楚 我记得我以前讲过 现在我也讲 以前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无一失忆的时候都串凶嘛 该放假就不放假 不该放假的时候 这个假给你特别长 所以等到礼拜天了 我这个大家要上单位上班 所以有很多人就觉得很痛苦 我们礼拜天应该去聚会 我说我们教会不关门 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聚会 但是你不用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把工作做好 就是最好的讨神喜悦 你把工作做好 就是对上帝最好的敬拜 所以今天亲爱的丢生圈姐妹 我们不要有贪心 我们为了那个加班费 我们为了什么什么 我们去 但是反过来 我们也不要逃避责任 我说我要去做礼拜去 然后呢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 这个不用上班 不用干活了 这两个极端 我们都不要 我们都不要 我们不要贪心 因为那边给钱多 礼拜也不去做了 我就在这 我就干活去了 这个也不要 那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说我逃避责任 你看礼拜天 我得做礼拜 我可以加班 我不去了 所以今天 我们特别是在中国 每年5月11日的时候 我都早早地跟丁雯姐妹讲 我说如果你能安排好 你来做礼拜 做完礼拜 你来去上班 OK 感谢主 上帝祝福你 如果安排不开 那你去好好工作 因为对我来说 你好好工作 就是逃生喜悦 你好好工作 就对上帝最好的礼拜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不管别的教会 别的牧师怎么说 但是今天我们教会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 神与你同在 不是你来教会 在古代 神与你同在 不是约会 你抬过去了 你记得吗 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 我们就讲 撒尔门尔纪上的时候 你们还记得吗 那个时候 撒尔门尔两个儿子 那个乱来 他们两个人已经 实际上没有接班 因为老头撒尔门尔还在 但是呢 这个 在具体工作上 他们都已经 算为是以色列的领导人了 那他们乱来 他们把约会抬出去了 打胜仗还是打败仗 打败仗了 他们把约会抬出去了 跟着部队一起上前线了 结果他们打败仗了 结果约会还被人家抢走了 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你记得吧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这一段往事 大卫是指导的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 所以大卫看得很明白 所以这段话 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的 虽然大卫现在是一个人生低伍 虽然大卫现在 他自己的儿子都造反他 虽然大卫现在在逃跑的路上 但是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弟兄 这段话我们要好好的思考 25节 大卫对祭司撒族说 你将神的约会抬回城去吧 你不要麻烦大家把约会抬着 跟着我们东跑西天的 你把约会抬回城去吧 我如果在神眼前蒙恩 也就是说 如果神没有不要我 那他一定会使我再回京城的 也一定会再见到约会和他的局所的 但是 如果上帝说 我已经不喜欢大卫了 我已经不要大卫了 我换人了 因为这个事大卫也很清楚 以前扫罗就这样的 大卫说我不喜欢 我换人了 我找了一个更让我满意的 那 看他 要约会干嘛呀 命都没了 我在这吧 愿上帝按照他的记忆带我 所以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我自己 我自己 当我经历很难很难很难的时候 我很少去找人 你说你找谁呀 这么大的事 你说谁能帮你呀 就像几个月前 那个我们洛杉尼的宅里说 牧师啊 咱们帮帮威练吧 我说你就算了吧 我说咱们这个家一切帮不着 那空中太大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威练也很懂事 由来从来没忙碌过 你找谁呀 谁能帮你呀 所以大卫今天这段话 特别有高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他说你把月桂抬回去吧 我现在在逃跑 我现在颠沛流离 我现在今晚住着我都不知道 你抬月桂干嘛呀 还是谈回去 如果上帝没有不要我 我就一定能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我还能再回京城 继续做皇帝 我还能见到约规 还能见到神的基础 还能见到神的天 这叫什么 这叫信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绝对是很深很深的 在你的内心深处的 然后反映在你的态度上 你的话语上 你的行动上 所以大卫非常清楚 如果神不要我了 台月桂有啥用啊 萨门儿两个儿子 当年恶观满营 台月桂到前线打仗 结果还是打了败一仗 自己死了不说 月桂还被人家抢奴 所以这些亲爱的 用亲爱的姐妹 我想起十年前 当时我们教会受到巨大的冲击 我们曾经是大连最牛的一个家庭教会 就是我们的硬价是全大人最好的 这个只有王辉做生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们是有空调的 我们的椅子是很贵的 很舒服的做的 当政府对我们打击很大 那个地方不能聚会的时候 我决定把那个地方关掉 我不是把教会管的听清楚 我不是把教会管的 教会从来没管过 我把那个地方关掉 我关了这个building 我没有关meeting meeting一直到在纪念宅 那里面这些好多好东西 都是花大家钱买的 我把我认识的所有的大连的牧师 喊过来 我说今天请你们过来 咱们就是来拉单子 拉清单 因为我们是兄弟 别有人先下着围墙 拿一个车花圈拉走了 我说你要啥你这个单子 到时候你就把你要的拿走 他要什么这个单子 我们我们是兄弟 我们不要打架 我一件不留 我当时我讲一件不留 这些牧师都很高兴啊 我跟你讲 我们一个教会关门了 五个教会 至少五个教会改善了 他们居住条件 有的教会 没有这个 没有那个好多年了 你知道一下啥都有 所以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这些牧师们很高兴 they are happy 谁不happy啊 我们自己的同工不happy 我不提名字 当年有个同工 指着我的鼻子骂我 说王牧师 你是个败家子 他说王牧师 你是个败家子 这么贵的东西 这么好的东西 都用我们花钱买的 为什么让别的教会拉走 我给你找个地方 不要钱 放这存着 完了等以后 咱们付出的时候 这个重书江湖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接着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当年就是用这句话 回答他的 我说这些东西 留着干嘛呀 我说如果神要让我们 把这些东西留着 神就不会让我们关门 你懂吧 我说神就可以让公安局也好 安全局也好 政府也好 他妈的睡觉 早上起来说我们错了 不应该这么对 王牧师 王牧师你教会也挺好 接着搞 我说如果神要 神要让我们留这些东西 神就不用让我们关门 既然我们关门了 我们就什么都不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要有这个态度 你的人生就不用 在我心里面我非常清楚 这些东西没有一件是我的 都是上帝的 上帝的东西不要睡觉 上帝的东西就是要用 我们用 我们就用了 我们不用让别的教会用 亲爱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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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人生知识 不要做owner 要做user 打字方面打字 不要做owner 要做user 上帝给你用就用 上帝不给你用了 你就让别人去用 不要转着 转着 我告诉你 痛苦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今天约柜也是这样子 神与我同在 约柜自然在我旁边 这是权柄的宣证 神与这个人同在 这个人才可以做亡 所以你把约柜抬回去 如果神 不是不要我了 那我还会再回来的 我还会见到约柜 但如果神不要我了 抬约柜也没有用啊 抬约柜也没有用啊 所以今天我也是这个态度 20年前 10年前我也是 如果神与我同在 我关了门 我还能再开门 我再开门 谁还会再给我用 但如果神不要我了 我留这东西干嘛呀 如果神不要我留这 我教会再也开不起来 我要这东西干嘛 我觉得 一下子 把我的记忆 拉到10年前 所以很感恩 过了几年 我们教会又出去了 比以前地方更大更好 然后我们所有的家具也都不错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几年 我们重新回到 这个小地方聚会 反而是我们最棒的时候 我想孙玲啊 雪莹啊 我不知道还有谁 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每个月进行一次 我们每年去东南亚一次 至少去香港一次 我那个时候是我们 整个教会状态最好的时候 凡是那个时候经历过的 我想我一说你们都会 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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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的 我那天在整理照片的时候 我找到一些那个时候的照片 你们想看我回头我就 反正这样才假期嘛 我就把它弄一弄我发出来 别看我们那时候 我们教堂没有了 我们在家里面聚会 但是确实我们最棒的时候 最最最活跃的时候 我相信凡是那几年 再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 而且讲真话 现在的所有的童工 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时候啊 苦就是甜 有的时候少就是毒 有的时候无就是有啊 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必须明白 我们啥都抓不住 我们不去抓 我们就好好的被神用就好了 我们就好好的 我们人好好的被神用 我们自己好好的用神给我们东西 来做主学的事情 所以大卫说 你不要把这个约会抬过来 你再拿回去吧 这是第一句话 后面这句话 大卫是有信心的 他相信他会回来的 他就安排 他就开始做人事安排了 他说你儿子 还有那个亚比亚他的儿子 都跟着你回去 都跟着你们回去 然后呢 可以跟我里应外合 我一定会回来的 所以你们现在跟着我跑 对整个布局还不好 你们你们回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见没 大卫虽然现在是逃跑的路上 但是还是运筹帷幄呀 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懂运筹帷幄呀 这个中国话讲运筹帷幄啊